清脆的铃声伴随着开门响起,午后的阳光洒进了这间几乎被各式人偶占满了的老店,正在柜台后面专心调整一套人偶骨架的精灵店长听到动静,抬起头来,便看到一位身材高大,戴着独眼眼罩的黑发男人正走进店里。 精灵老妇人有些疑惑地看着这个不管怎么看都不像是要来店里购买人偶的客人,但困惑片刻之后还是笑着打了招呼,他终究没认出眼前这个高大的独眼男人就是一个世纪前曾带着妹妹在自己店里买过东西的那个孩子,啊,欢迎来到强威人行馆,随便看看吧。 随后他顿了顿,又随口说道,像您这样的客人可不常见。 提瑞安的目光慢慢扫过周围,各式各样的人偶,看上去便颇有年代感的架子与雕花的楼梯,温暖而平静的氛围,还有那位微笑着的老妇人。 记忆中泛黄的碎片渐渐拼凑在了一起,变作熟悉的画面,又与眼前的景象渐渐重叠在一起。 确实是这里,陆克雷西亚指的路没错。 那位精灵店主没有认出自己,这很正常,和一个世纪前比起来,自己的变化太大了。 提瑞安稍微调整了一下表情,想要让自己的脸看上去柔和一点,在冷冽海上半个世纪的漂泊劫略生涯已经把他变成了一个面目冷硬的人,他知道自己身上始终萦绕着一种令普通人不舒服的气质,而这种气质显然已经影响到了那位和蔼的店主老妇人。 对方在笑着打招呼,但眼底是藏不住的疑惑和些许警惕。 我想打听一件事,提瑞安不知道自己的表情调整是否到位,他已经不太能回忆起像个普通人一样走进商店应该用怎样的神情和语气开口讲话了,您这里是不是迈出过一个叫做尼路的人偶。 他想了想,又补充了两句,一个三分人偶,大概这么高,古典宫廷风格,有很华丽的裙子。 精灵店主争了一下,有些犹豫的开口,确实。 有过一个这样的人偶,在店里放了很多年,而且前阵子被人买走了,不过您为什么打听这件事? 是被什么样的人买走的?提瑞安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快了几分,他没想到竟然真的这么容易就找到了线索,自己的父亲竟然真的是正大光明的从商店里买走了那个人偶,大概什么时候? 店主老太太明显被提瑞安这过于激动的反应给吓了一跳,反而愈发警惕起来,抱歉,我不能透露有关客户的信息,这是我们生意人的规矩。 提瑞安顿时一愣,倒是没想到对方会是这么个回应,他迅速思索了一下,又犹豫了两三秒钟,仿佛下了什么决心? 您没认出我来吗?认出,店主老太太皱了皱眉,疑惑地上下打亮着眼前这个陌生人类,我不记得接待过像您这样的客人,来我店里购买人偶的大多是女性,或为了给恋人挑选礼物的年轻男性以及给女儿挑选礼物的父亲。 那是因为我上次来这里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提瑞安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您还记得一百年前曾有一对兄妹从这里带走了一个叫露妮的人偶吗? 店主老太太睁了一下,紧接着终于慢慢睁大眼睛,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提瑞安,啊,你是? 我知道您可能不太信,不过我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提瑞安思路运转得倒挺快,一边说着一边就从怀里摸出了某样东西,像您这样的精灵都是消息灵通的,应该听说过我的事情。 您看看这个,精灵老太太一边听着一边疑惑地接过了对方地过来的一张纸,打开一看,首先就是一个大大的头像印在纸上,下面是通缉令正文,赏金以及寒霜城邦的官方印记。 我应该还是有点名气的,提瑞安一本正经地说道,严格来讲,我们家族都比较有名气。 虽然可能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名气。 店主老太太,过了好半天,这位精灵老妇人才控制住表情,抬头看了提瑞安一眼,语气怪异地憋出一句,真的是你啊。 提瑞安好像也察觉了这事有哪不对,尴尬地笑着,是我。 老太太又想了想,这么多年不见,你名字后面的灵已经那么多了啊。 提瑞安扯了扯嘴角,赏金,确实有点多,不过也就是走个形式,他们每隔四五年就在后面加个灵,反正也没人会去灵赏。 双引号,我头一次见到会把自己的通缉令揣在身上当证明文件的人,而且还是个大海盗,精灵老太太的表情终于正常了一点, 他一边把通缉令折好还回去一边咕弄着,倒是听说了海务号靠港的消息,还想着有时间去港口看看热闹呢,没想到你竟然先跑过来了。 你妹妹还好吗?她,过得比我还潇洒,提瑞安说道,紧接着又带着怪异的表情看了一眼对面的老妇人,我还以为您会害怕一下,大部分普通人再见到我之后都是这个反应,哪怕是在冷冽海之外的地方。 我见过的稀奇古怪的东西多了去了,大海盗也不止你一个,而且城邦都发文说明了,海务号是普兰德邀请的客人,北方海域的事情跟我们可没关系,老太太一边咕弄着一边走向柜台,紧接着咕弄又变成了牢道。 不过我还是得说说你,总当海盗也不是个正事,这不是什么长久的生意,说出去也不好听,你看你妹妹,她好歹还能在探险家协会挂个终身名誉头衔呢,当然我也听说了,你跟北方那几个城邦的关系好像挺复杂。 提瑞安脑子顿时就开始嗡嗡起来,她觉得自己这下子算是见识到了长寿种族的沉稳于欲了,不得不赶紧打断老太太的念叨,海务舰队已经在进行改变了,对北方城邦的报复行为和劫掠已经是过去式,现在我们主要是靠收保护费。 然后不等老太太有所反应,她就干脆利落地结束了这个话题,硬生生把话题拽了回去,您现在能告诉我,是谁买走了那个人偶吗? 哦,是一个看起来跟你差不多,也可能还矮一点的中年人,看着还挺瘦,像是身体不太好的样子,老太太这次没再纠结,随口就说了出来,不过我觉得你是不可能找到的,普兰德这么多人呢? 你是想把当年没能买走的另一个人偶带回去给你妹妹? 哎,那可太遗憾了,你要是早点来就好了。 等等,我刚反应过来,你怎么知道有人把尼路买走了? 提瑞安却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而是下意识皱起眉头。 一个比自己还矮的人,而且身体偏瘦,健康状态不佳。 这不可能是父亲。 难道,是父亲的部下? 在取回自己的人性和理智之后,他甚至已经开始重新物色部下了。 他想干什么? 难道是重建师相建队? 提瑞安一时间想了一大堆东西,直到精灵老太太两次在旁边叫自己的名字他才惊醒过来,紧接着他又想到了什么,立刻问道, 那除了购买人偶之外,那个客人还说什么了? 他有没有带走别的东西? 说什么了? 就很正常地聊了两句,店主老太太回忆着,感觉那是个很喜欢人偶的客人,他很关心人偶的修复和维护,跟我学了不少知识。 哦对了,他还买走了一顶假发和配套的发饰,似乎是给自己的人偶准备的。 提瑞安表情一呆,假发?什么样的假发?金色的长直发,一比一的尺寸,我印象挺深的,店主老太太说着,突然又想起什么,对了,我这边还有个差不多的,你可以看看。 一边说着,他一边已经转过身去,钻到楼梯下面的储物间去翻找起来。 提瑞安想说不必如此麻烦,却没来得及,而就在这时候,又有一阵奇怪的敲打声突然从不远处传来,吸引了他的注意。 那听上去像是有人在外面敲打橱窗的声音。 提瑞安有些诧异地转过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他看到一位金发及腰的美丽女士正站在窗外,轻轻敲打着橱窗。 提瑞安起先没反应过来,但在看清那位女士的面容之后,她瞬间如雷击般僵硬在原地。 那位女士的容貌,与半个世纪前的寒霜女王蕾诺拉一模一样。